HELLO 大家好 我是DN 那大家現在看到後面這邊的話是在高雄有一個地方叫做明德管訓班 那明德管訓班這邊只要你是在從軍的人 那你如果做錯了一些事情那就有可能被移送到這個地方來做一個集體的管訓 那在這個地方其實深夜的時候曾經都發生過一些靈異的事情 那剩下的細節我們待會再帶大家參觀的時候再一一的跟大家解說 這邊到底還有什麼故事 那這邊的話讓大家看一下這個是它的外觀 旁邊這邊很像一個城堡的感覺 然後上面那邊都是一些鐵門 這邊走過來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門都是沒有辦法進去的 這個門都是沒有辦法進去的 旁邊這裡有一間廁所 旁邊這裡有一間廁所 那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完全沒有在打理的 雖然說這邊現在有做開放 可是這裡都是擺放一些木板跟城板的廢棄物 那其實這邊還蠻可惜的 沒有辦法在晚上過來做一個拍攝跟探險 因為在這邊其實它有很多的故事 許多軍人被送到管訓班之後 因為在這邊會相當嚴格的做一個管制 所以說也會遇到一些比較不好的待遇 然後跟管教方式造成說 有的人就會過世在這邊 那待會再帶大家來看一下它的 這個觀景壁的那一個房間 這一間就是樂界市 聽說這一間只要進來 你是完全見不到天日的 就是你必須一個人 待在這一間裡面 然後每天有人會送飯過來給你吃 可是你是看不到外面的任何光線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旁邊這個 它就是擔心你在裡面可能會有一些自殘的行為 所以它有鋪了一些軟墊 那這邊的話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我們再去其他地方讓大家看 那大家這樣看過去 其實它的外觀就是很斑駁很老舊 這邊我在想應該是一個戰哨的地方 只是它是在上面 就是軍營有些地方它是在底下戰哨 那有些它是在上面 旁邊這裡有個樓梯我們上來看一下 那大家這邊現在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就是軍人 那會在這個地方戰哨 那會在這個地方戰哨 然後就是觀察周邊的一些情況 那我現在走下去拍攝其他地方給大家看 這邊 這裡不知道是什麼 這裡不知道是什麼 看一下這裡有沒有寫 沒有 那現在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整個牆壁都是很斑駁 然後甚至樹木都已經長到這個牆壁裡面 到這一個陣子 在這一個陣子 那邊 在那裡 有個陣子 那邊 都在見面 我們走下 那邊 都在這一個陣子 旁邊這邊比較暗 點一下 這裡是一間廁所 室內這邊比較暗一點 所以我就開手電筒 旁邊這一間應該是公車 我們現在走下去 那現在大家看到的這邊 是我往旁邊這裡走過來之後 發現他這裡有一棟不知道是什麼建築物 然後有一個很巨大的鐵門 走進去看看 我知道這裡是什麼的 這邊是海軍的那個電信所 這裡是十字電台 拍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们先往旁边这边走过来 这边是通往外面 那基本上这里 所有的电路板都是在前面这边 这里有一个水牢 那我用手电筒拍进来让大家看一下 里面大致上有三块大的水泥墙 然后底下还蛮深的 那我们现在走到旁边这里有发现一个 它是一棵大农树下 然后这边有一个通道 那我们带大家进来看一下 这地方如果是晚上来 应该会比较有感觉 毕竟旁边都是树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铁门的老旧了 这边已经好几年的历史了 好那我们现在进来 感觉这边好像是一个 不知道在做什么的一个 防空洞形状的东西 那里面现在是都没有放置东西 只有一些木头 走过来之后 就直接通往外面的路了 那我们今天这部影片的话 差不多到这边就要结束了 那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